新冠疫情毫无疑问是冬奥会面临的最大难题 就在赛事开幕进入倒计时之际 出现了两位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退赛的运动员 他们是智利的跆拳道女将和荷兰的滑板女选手 智利奥委会证实 女子跆拳道运动员费尔南达阿奎雷 因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需要隔离至少10天 不得不放弃参赛 阿奎雷是智利唯一一位参加冬奥会跆拳道项目比赛的运动员 他从乌兹别克转机到东京 临行前他的病毒测试结果为阴性 但是在抵达东京之后检测结果却呈阳 另一位被逼退赛的选手是荷兰的滑板女选手 坎蒂·雅格斯 雅格斯在Instagram写道 这事件让他感到心碎 他已经竭尽所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并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 但是还是不幸地染上新冠病毒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他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 其实目前已经有75名冬奥会相关人员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不幸地任联系的报道 不幸地任联系的报道 不幸地任联系的报道